这期继续分享《幻海》第118篇 魏与唐所谓的安排 并不是他要给什么人打电话 而是要靠红杉杉 兜兜转转这么久 陈伯绕过了很多红杉杉设下的陷阱 可是当红杉杉不屑于在设下什么陷阱 逼他就范的时候 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陈伯没办法不这么做 为了自己 也为了万磊 万磊现在和他是一体的 万磊走了 陈伯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离开渔州 否则 他很快就会被清算 这个是一定的 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陈伯是寄生在万磊的权力上的寄生虫 只是这个寄生虫 不是简单地从寄主身上吸取营养 而是相互营养 最后达到相互成就 这不是洗手间里那个吻的后劲 而是他早就 在想这个事情 只是因为没有到最后的关头 还是他告诉魏宇棠的那句话 真要是有办法 谁会出来卖呢 毫无疑问 现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无论是他 还是万磊 连装死的权力都没有了 如果他们不反抗一下 万磊的结果是 调到省里某个单位做一个副职 再也不会走到一线工作 而陈伯可能要危险得多 渝州这些人不会放过他 一个奇处生 他们会把奇处生的死算在陈伯的头上 重新调查这件事不说 到时候按上一些莫须有的事情 刑讯之下 要么招供 要么死亡 要么是拿着关初夏和孩子来威胁他 总之 一切的一切都会算在他的头上 再一个就是颜元亮的被抓 他们或许在短时间内 不会拿万磊怎么样 但是在万磊走了之后 陈伯会被如何处理 赵长安会把颜元亮当作一把刀 再加上万阳方面黄新的事情 赵长安一定会老丈心丈一起算 所以 陈伯看似是为了万磊 其实多半是为了自己 万磊在 权力就在 万磊不在了 权力也就没有了 无论如何 都要保住万磊的权力 陈伯深深地吐出了自己胸中的浊气 除非是他离开国内 否则 渝州的报复 在万磊离开之后 或者是在他离开之前 就会降落在陈伯的身上 对于一个身知体制内权力运作的人来说 陈伯当然不会坐等这些事情发生 他不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 所以 渝州的一切都要在权力的威压之下 做一个定调 这是基本操作 最好的结果是用权力的规则和压力 把这些人一个个的都收拾了 让他们永无翻身之地 这才是政治斗争最稳妥的结果 陈伯下去后 万磊再也没有喝一滴酒 我走后 你咋办 万磊喝了口茶 问齐嘉南道 我回南港的话 都是熟人 也不是那么好调动的 因为以前的一些事 被人戳几两骨太难受了 所以呢 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过几年就请病假 反正位置有限 他们巴不得有人主动让出来呢 先在这里住几年再说吧 齐嘉南说到齐嘉南回答这个话题的时候 一直盯着万磊的脸 小声问道 陈伯怎么安排 和你一起去省力 万磊摇摇头 说道 我的去处还没定下来 去省力谈话之后再说吧 我也没主意 他的主意很正 我说了也不一定听我的 我的意思你 找个机会劝劝他 离开渔州吧 我走了 他一定会吃亏的 齐嘉南坚持让万磊 一定要把陈伯带走 不要让他留在这里 三个人都是聪明人 所以都预料到了 陈伯在万磊走后的结局是什么 叛叛叛叛叛叛 京城安看了看手里的电话簿 拨通了胡静安的电话 约他一起吃个晚饭 对于京城安的邀请 胡静安没有回绝 而且似乎也觉察到了 这个时候 京城安找自己的目的 作为组织部长 他被省委书记梅安宁 叫去面授机一好一顿 就是要让他给万磊做好工作 毕竟万磊才到了渔州不久 这还没做出什么成绩呢 就这么匆匆被调离了 势必会引起一起干部的议论 梅安宁要的就是 这件事不能起任何的波澜 否则 这个操作就是失败的 老同学 我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 来了这么久 都避免和我联系 怎么 这次坐不住了 一见面 胡静安就也遇到 胡静安和京城安 是党校的老同学 这件事是可以查到的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件事 毕竟 党校学习嘛 要不是有心人 确实很难想到这一点 地方是胡静安找的 他来了月城好几年了 比京城安这个出来乍道者 要清楚得多 随着一道道的美食端上来 京城安算是开了眼了 哎 都说胡部长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就是爱好美食 今天一见 确实名不虚传啊 京城安笑道 哎 胡说 好像我天天腐败似的 你要是晚几天找我 这条鱼你就吃不到了 胡静安指着刚刚端上来的 一个硕大的盘子 说道 这是 五金的大黄鱼 野生的 我和这家店的老板很熟 特意给安排的 当然 这玩意不是天天有 来吧 也算是我的回请 在北京学习那会 你没少请我品尝北京的美食 这次算是我回请了 说完 胡静安站起来 亲自为京城安分食大黄鱼 在品尝了大黄鱼之后 服务员就被撵了出去 胡静安的酒杯里 就一点点红酒 京城安没有喝酒 他还要回去处理工作 今晚估计要加班到深夜了 他刚刚来就碰到了几个非锡和理财爆雷的事情 这关系到很多人闹事 这事要是压不下去 就有可能出大事 听说你明天要找于州市的万磊谈话 是梅书记对他不满意吗 京城安试探着问道 京省长 你这鼻子可够灵的 这点事都被你知道了 胡静安和京城安说话很随意 足见这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京城安是京城人士 当时胡静安在北京学习的时候 受红老爷子委托 京城安要多认识几个人 最好是能多物色一些有前途的人 这个任务京城安完成得很好 胡静安果然很快就被委认为东海省组织不长了还有的缓吗 京城安没理会他的爷爷 给他的茶杯里蓄了水 问道 胡静安喝了口茶 并没有立刻回答京城安的询问 因为他也很为万磊可惜 万磊去南港当市长的时候 当时的耿文山书记是很欣赏万磊的 觉得他是一个女同志 应该和当时市委书记满正午配合得很好 事实上也是如此 万磊在市长的位置上干得很好 南港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全省前列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在渝州市委书记出现空缺的时候 耿文山再度将万磊拔着到了渝州市委书记的位置上 如果耿文山还在东海省 那么万磊的前途不可限量 可惜的是耿书记到点了 接替耿文山的是梅安宁书记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这位梅书记对万磊好像并不感冒 尤其是对于渝州的工作 以及最近出的一些事情 都加大了梅安宁对万磊的不满 对于万磊的过去 胡静安娓娓道来 但是还没有回答刚刚经省长的询问 经承安也不着急 就这么慢慢听着胡静安 对这位女市委书记的剖析 渝州的情况很复杂 而且不单单是渝州的问题 也不是咱们省里的问题 是连着天上的问题 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胡静安问道 京承安当然能理解 而且他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但是自己也接到了指示 那就是保住万磊 他不能挪动位置 也不能出事 这是关系到后面很多事情的处理 他不得不出面来关注这本 不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但是权力这个东西 不是一根干透了的棍子 插在沙子里那么简单 权力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树 地上面可能看不出什么 但是在地下 或许早已和旁边的树交织在一起 至于这棵树到底扎得有多深 没人知道 就算是把这棵树连根拔起了 而落在泥土里的一些根系 有可能你永远也不知道 那你对渝州的事怎么看 我这里有一份材料 是纪委转给我的 你可以看看 京承安将一份材料 交给了胡静安 这份材料 胡静安是第一次看 这里面的记录 不单单是关于炎原亮的 还有其他人的 包括齐楚生和戴咏春 胡静安看着看着 眉头也皱了起来 胡静安简单翻了一下 抬头看向京承安 问道 这些材料都是纪委那边的 是纪委副书记唐杨辉给我的 我拿给你看看 是盼你掉进别人的陷阱 京承安没说自己要求的事 但是却一心为自己这位老同学考虑 这是谈话的技巧 当对方游言不尽的时候 就不要再提自己的要求了 要为对方着想 这个时候 京承安就转变了思路和说辞 他也看出来了 胡静安作为神委组织部长 他很为难 组织部长要听书记的 可是听是要听的 他是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的 这个意见提出来 也就是把自己摘出来 书记要提拔谁 组织部长没有权力阻止 但是有权力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将来这个人一旦出了问题 那就和我这个部长没什么关系了 当时关于这个干部 我可是提过意见的 这是在保护自己的仕途风水 所以 京承安可不是和胡静安吃一顿饭这么简单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见面 既是为了借这个机会叙叙旧 也是为了拉近关系 表达自己的诚意 虽然看起来 我是有求于你 但是你要想好了 我给你看的这些东西 可都是有真实的证据的 你要是还是毅然决然地 跳进那个坑里 当我没说 聪明人说话说一半 另外一半 对方猜得到 万磊就是个女同志 戴永春是地头蛇 这些年 她就没有离开过渔州 万磊就算是再能蹦打 还能戳破天吗 不至于 但是戴永春这个人 要是接替了万磊的位置 渔州可就真的没救了 所以 万磊走不走 我不管 可是戴永春绝不能接替万磊的位置 我还在想 借着纪委的这些材料 给梅书记提提意见 万磊调出来后 把戴永春也调出来 这样省里就可以顺势收拾渔州这个烂摊子了 京承安淡淡地说道 胡静安一愣 随即就明白了京承安的意思 不由地嘴角上扬 想笑 但是没有笑出来 却问道 看来 你对渔州很了解 我记得你来了之后 好像还没去过渔州吧 京承安摇摇头 无奈地说道 哎 虽然没去过 但是这个渔州 可是名声在外 我手上两个棘手的事情 都是关于渔州的 一个是飞锡 一个是理财爆雷 都是和渔州有关系的 我这两天正头疼呢 胡静安点点头 问道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渔州戴永春上位的事 你是不赞成的 京承安的手放在一旁的材料上 拍了两下 问道 这些材料 唐书记给我的时候 言之凿凿 说都是真的 那我还咋同意 如果以前不知道 我可以装糊涂 配合没书记的工作 现在你让我咋配合 胡静安此刻心里有底了 这顿饭没白请 他吃得心情舒畅 万磊下楼的时候 看着一地的烟头 又看看陈伯 皱眉问道 你什么时候这么能吸烟了 刚刚我也没闻到烟 喂呀 一旁送他下来的齐家男 有些疑惑 这一地的烟头他能理解 可是万磊说 刚刚没闻到烟味 这是啥意思 刚刚在洗手间里 那么大的酒味 咋能闻到烟味 陈伯笑笑 问道去省城 是下午走 还是明天一早走 现在就走 我回省城家里 你也回去陪陪老婆孩子 总之呢 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吧 哎 我现在也只有回家 才能睡得安稳些 万磊说着 朝小区大门走去 陈伯和齐家男告别后 紧紧跟上 上了车 万磊说道 我想过了 你跟我去省城待一段时间 到时候没啥其他的机会的话 我再想其他的办法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绝不能留在渔州 万书记 你就这么肯定 一定会离开渔州 陈伯皱眉问道 你什么意思 万磊文言一愣 立刻扭头看向陈伯 陈伯微笑着 万磊觉得这不可能 同时也觉得不可思议 急忙叫停了车 拉着陈伯下了车 让他把话说清楚 自从魏宇棠走后 陈伯在安全方面 就做了充足的准备 就比如 这次去省城 陈伯让司机自己开车去 而他和万磊选择了高铁 虽然不知道美国人也好 软文涛也罢 他们的报复什么时候来 自己都不怕 但是不能不小心 开车实在是太容易出事了 要是在以前 或许万磊不会同意 因为挤高铁确实不舒服 没有自己的专车方便得多 可是当陈伯说出了 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乖乖地听陈伯的安排了 要是我们两个出了事 省里的谈话也就可以免了 渝州的这些同僚们 晚上还不得 把烟花店搬空了 高铁上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两人走了两截车厢 来到了一个人数 比较少的车厢 陈伯把季风写的一份材料 交给了万磊 这份材料 是关于达康集团的案件经过 和当前的状态 万磊看完之后 直钉钉地看向陈伯 陈伯问道 还去继委 陈伯摇摇头 说道 这份材料有两份 一份是给胡敬安部长的 一份是给梅书记的 梅书记那里也好 胡部长那里也好 我们只强调一件事 你和戴市长之间 没有私人恩怨 也没有权力之争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围绕着这个企业开始的 这是你和戴市长之间 发生矛盾的起点 也是终点 只是对如何处理达康集团欠款的问题 有不同意见而已 万磊当然明白 陈伯这句话的意思 这就把两人的矛盾 从外人猜测的权力之争 一下子具象化了 而且万磊也没有攻击污蔑戴永春 而只是强调 这是两人对一个企业 涉及到的案子的看法不同 除此之外 两人没有其他的矛盾 这就是在告诉省领导 我们只是因为工作上的看法不同 这很正常 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 怎么也扯不到权力之争吧 同时 也间接地把这个案子 捅到了省领导那里 他们都不信 所有的省领导都是瞎子 都看不明白 这个案子背后有什么猫腻吗 借这个谈话的机会 表达自己的立场 把自己关注民生就业的态度 赤裸裸地展现在领导们面前 他和陈伯都知道 这背后有软文掏食的猫腻 可是如果你知道 这里面存在问题的前提下 还是把我从这个位置上拿下来 那我们也无话可说 但是在拿下来之前 我不能有话不说三万人的就业 一家三口人 那就是事关十万人的收益问题 对于这样的企业 在当前的情况下 我们得爱护 保护 而不是想招法 把企业干倒闭 万书记 我觉得 你就围绕着这个企业解释 你和代市长的矛盾看法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陈伯小生说道 万磊看看周围 伸手在陈伯的肩膀上拍了拍 由衷地说了句谢谢 然后就开始熟悉这份材料 这份材料的内容是现成的 这本来是陶磊发给陈伯 让他代为反映企业情况的 而陈伯把材料发给了季风 让他帮忙润色 在不改变事实的情况下 写得更加符合公文一些 在此之前 陈伯一共打了三个电话 一个是给魏宇棠的 让他帮忙安排 建京城安的事情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李赵木的 告诉他自己 很有可能会离开渝州 甚至会离开东海省 这都是不可预知的 他再不出手帮忙的话 那自己这一次 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该用的人 在该用的时候 丝毫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自己为李赵木 也算是做了一些事情 只要是他想帮忙打个电话也好 亲自找人谈话也好 这都是他可以做到的 于是 唐阳辉把渝州市这些领导们 已经查实的材料 交给了京城安 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操作 作为李赵木来说 东海省的这些领导背后 是什么人什么关系 他清楚得很 唐阳辉交给京城安的材料 就是因为 他熟悉这背后 错综复杂的关系 才赌一把的 其实也算不上赌 而是对人性和权力的洞察 这些材料 到了京城安的手里 这个聪明人知道 该怎么用 第三个电话 就是打给季峰的 让他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份材料准备好 他待会 就回市政大楼取 不要管其他人怎么说 也不要管那些 乱七八糟的传言 他要是信得过自己的话 就在最短的时间内 帮自己把这事办了 季峰虽然没有多少政治头脑 但是最起码的底线 还是有的 也知道 齐楚生的死是咋回事 实话说 齐楚生死后 他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就凭这一点 陈伯就算是 明天就要离开渔州 他也会帮着陈伯 完成这件事 在他向陈伯坦白 关于齐楚生的事情的时候 曾询问过他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 关于齐楚生对他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做成 可是他依然觉得 对不起自己的男朋友 现在齐楚生死了 他要不要告诉自己的男朋友 陈伯的给他的答复是 不要说 把这件事埋在心里 他保证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这是不要再告诉任何人 如果 他有时候 实在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自己可以做这个垃圾桶 但是 在一个人的心里 种一根刺 或许只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可要想把这根刺拔出来 那就不是三言两语的保证 那么简单了 所以 尽管写的材料里 涉及到了戴永春这样的是领导 可是季峰写得很淡然 修改了之后 检查了几遍之后打印出来 等着陈伯来取走 他清楚地记得 当他送陈伯出门的时候 陈伯回身 对他交代了下周要做的工作 并且告诉他 做好自己的事 不要让万书记失望 那个时候 季峰对陈伯的信任达到了顶点 作为自己的上司 陈伯有无数次机会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在这个到处都是男人的职场里 作为女人 本来就是弱势群体 但是陈伯没有任何的出格行为 对于市委办那些想要上位的小丫头 陈伯都是敬而远之的 不为别的 就凭这一点 陈伯在季峰的眼里 就比别的男领导要高出一大截 本来陈伯是想着 红杉杉能安排 京城安先见见万磊 给他点信心的 可是没想到 京城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临时有事 没有见到他 不得已 先去了组织部和胡静安谈话 万磊按照之前和陈伯商量好的 凡是胡静安问到的渝州市的领导 万磊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坏话 除了说人家的好 就是说人家工作认真 当胡静安问到他和渝州市一些领导的矛盾的时候 万磊依旧是笑眯眯的解释 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 大部分是因为工作上的看法不同而已 当胡静安提到了戴永春的时候 万磊这才拿出了那份材料 先让胡静安仔细看了一遍 接着才讲述自己的观点 0 胡部长 我和戴市长没有私人恩怨 平时除了开会 基本没什么接触 我知道 这段时间 不但是渝州 可能省里也有人 听说了我们之间的矛盾 其实你说 我是市委书记 他是市长 我能主动挑起啥矛盾 还不是工作那点事 我们两个现在的主要矛盾点 就是这个企业的问题 其实说白了 我的意思还是想保就业 至于戴市长呢 他主张要严查 毕竟债权人赵龙集团的理财爆雷了 多多少少也和达康集团有关系 我们最大的分歧 就这么简单 除此之外 真没有其他的原因了 当然 我们也欢迎省里领导 到渝州区调研 看看真实情况是啥 万磊的态度 就是一心为攻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我说我该说的 能说的 但是涉及到戴永春和 其他是领导的人品 和其他私德 万磊是一个字都不提 说的都是工作上的事 一句话 我万磊没有对不起的人 也没有做对不起于周市 那些是领导的事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于周市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既然达康集团的事 挑到了省领导面前 那么自己 把该说的都说完 是非对错 相信省领导应该清楚 是怎么回事了 这也是万磊到目前为止 为达康集团 唯一能做的争取了 再深了的关系 他没有 能保住自己 就不错了 这也是 陶天诚说的那句话 真要是到了 要命的关键时刻 万磊不一定能保得住他 所以他选择离开 坚决离开 到目前来看 陶天诚赌队了 陈伯只是一个传话的 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也就到头了 但是在万磊 见京城安的时候 京省长特意提到了陈伯的 让万磊把陈伯带来 万磊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在身边 当然听得清清楚楚 看来这趟浑水 自己不烫也不行了 这些人 没一个善差 他想躲也躲不掉 从这个时候起 也就意味着陈伯算是入坑了 他不再是没有靠山的人了 可是这个靠山陈伯还真的不想要 要不是一步步地被推到了这个地步 他是真的不想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万磊和胡敬安谈完话之后 整个人也松弛下来 在等待着京城安有时间的空隙 他回了自己家 哪里都没去 就在家等着 陈伯来接他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门 而是给陈伯发了家门的临时密码 让他自己进来 陈伯进了他家的门 但是在客厅里没见到万磊 卧室的门开着 唯独那个封闭的小房间里有佛音传来 很轻柔 他走过去 慢慢推开了门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本想立刻退回来的 可是因为开门 瞬间光线就不一样了 万磊还是发现了 他站在门口了 这个房间陈伯知道 按说万磊是党员 在家里搞这些东西是很犯机会的 可是没人来过他家里 除了陈伯之外 足见他是多么的信任陈伯了 房间的墙壁四周 包括天花板 都是一个个的小格子 大小不一 但是每个格子里都是一尊佛像 有大有小 都是固定在这些格子里呢 而在对着门的位置 是一尊硕大的佛祖塑像 而此时的万磊 就只是穿着一件睡衣 算不上多么暴露 但是这一副打扮 在佛祖面前是不那么庄重的 而他就躺在地板上的瑜伽垫子上 陈伯还没有问他是不是累了 或者说这么做有啥说法没有 他自己伸出了手 让陈伯把他拉起来 坐起来后 万磊双手合十 朝着佛像深深地低下头去 说道 和胡敬安谈完话 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而且我和他说 渔州的那些事的时候 心里没有害怕 没有犹豫 甚至是我没有 把他当作我的领导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我保证 没有超出你说的提纲 哎 这么多年积累的话 这一次真的是不吐不快 痛快 本想在这里休息一下的 想着想着就躺下了 你看 我刚刚的姿势 是不是也在接受千佛的加持 陈伯很想说 这么做非常的危险 万一被人知道了不好担心我 万磊笑笑 站了起来 推门出去 陈伯也赶紧跟了出去 这个佛堂里的香味 实在是太浓烈了点 你觉得放松了是想着听天由命吧 反正该说的也说了 估计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离开渔州 对吧 不对吗 梅安宁是省委书记 他决定的是谁能改变的了 再说了 我也不想和渔州的那些烂人再孤独下去 我不想把自己和他们炖成一个胃 一句话 老娘也不想干了 趁这个机会正好离开 万磊说道 虽然陈伯已经告诉他了 咱们要见见新来的省长京城安 但是很明显 万磊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所以才有这么一说 才有了在佛祖面前的放荡 此时陈伯才发现 万磊穿的吊带睡衣里面是真空的 于是他急忙看向别处 京城安请客 这是他来渔州后的第一次请客 胡静安那次不算 因为最后是胡静安付钱 这一次是他自己付钱 选择的地点也很特殊 是他表妹开的饭店 饭店很高雅 也很冷清 因为这里的菜品很贵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是 这里还没有为众多的人知道 等到大家都知道 京省长喜欢来这一家叫楚景 饭店的时候 这里的生意或许会好起来的 陈伯在前 领先半步 刚刚登上台阶 万磊就停下了脚步 抬头看看饭店的招牌 小生说道 这饭店的名字有点意思 这次 这次见京城安的目的是带着万磊拜码头 可是见面的场景让陈伯有些意外 因为京城安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万磊 而是坐在万磊身边不问就不吱声的陈伯 京城安实在是没看出来陈伯有什么过人之处 在洪家这一派中 京城安最佩服和欣赏的就是季川省的省长吴伯宇 所以 在见陈伯和万磊之前 他先给吴伯宇打了个电话询问陈伯的情况 还是那句话 现在他们洪家门里出来的这些人 哪个不是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虽然他们现在算是苗家的人 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 原来苗家的门人 根本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 毕竟是半路改换门庭 半路夫妻都要防着对方 更何况是玩政治的 这就更需要小心谨慎了 洪珊珊确实给京城安打了电话 在电话里 洪珊珊说了不少陈伯的好话 但是京城安有自己的考量 毕竟 他这个位置也是 靠着苗家才上来的 京城安要伸手帮忙 也得搞清楚 这个人的背景如何 搞清楚这个人和洪珊珊 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算是伸手帮忙了 那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些都是要考量在内的 到了他这个位置 单纯的为了意气和情感 而冲动出手 对不起 这样的人活不到三百张 你给吴博宇当过秘书 京城安是一服务员 给陈伯倒上了一杯清酒 问道 挂名的 可以说是一天也没为吴省长服务的 有名吴时 陈伯腼腆地笑了笑 说道 万磊一直保持着微笑 在京城安面前 他也是一样拘谨 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位京省长 按说京城安来东海省当省长 那就任之初 就该下去跑一跑 熟悉一下下面的地势 至少也把地级市跑一遍吧 毕竟是省长 这可是负责一个省的经济发展的 不下去 怎么掌握第一手资料呢 但是没有 这位京省长 一直在省里看材料 他最常去的 不是下面的地势 而是北京 别人不知道他在忙啥 所以虽然来了有半年了 可是他在省里的存在感很小 这是一家日料店 不是很大 但是做的日料很精致 服务员也很漂亮 万磊是个时趣的人 陈伯带他来见的领导他见了 又见京城安 一直有话没话地找陈伯说话 于是在吃到一半的时候 就起身去了洗手间 给陈伯和京城安留下了私人空间 果然 在万磊将要走进洗手间的时候 他听到背后的动静 回身一看 服务员也被撵了出来 洪先生和吴省长都说 你很能折腾 陈伯停下筷子 竖着耳朵听着京城安的话 京省长刚刚夹起了一块三文鱼 沾满了调料 塞进嘴里的那一刻 陈伯明显地看到了 京城安的眉头皱得很厉害 看来料占得太多了 可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选择吐出来 而是选择咽了下去 这让陈伯似乎觉察到了 他的性格特征 那就是自己认定的事 哪怕是自己判断有错 他也会选择错到底 而不是及时纠正 渔州的事 给您添麻烦了 万书记要是离开渔州的话 我可能也要离开 老婆孩子都在省城 我希望也能到省城来工作 到时候 可能还要给京省长添麻烦 陈伯继续腼腆地笑笑 说道 陈伯的意思是 自己和万磊同进退 万磊离开了渔州 自己也不会在那里继续待下去 到时候 还希望京城安给安排个工作 这事 再向京城安求救 那就是给自己安排一条退路 在领导面前 世强永远都不是明智之举 示弱才是万能公事 因为作为领导 他们相对于你来说 天生就是强者 就是拯救者 这个时候 世强能得到什么呢 你既然这么强 你来找我干什么 渔州的情况很复杂 牵扯到的不单单是省理 这一次 我可以和梅书记说说我的看法 但是你们回去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要做好夹着尾巴做人的打算 这不是我的意思 这是现实 陈伯 你是个聪明人 明白我说的话吗 京城安板起脸 严肃地问到 陈伯当即点点头 京城安这话的意思是 万磊暂时不需要离开渔州了 这就是他努力的结果 但是这样的结果 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或许只有这一次机会 对陈伯和万磊来说 这已经不错了 只要是不离开渔州 他们就有机会 哪怕是像京城安说的那样 夹着尾巴做人 这有啥 夹着就夹着呗 只要是还在渔州 就有可能等待到合适的机会 陈伯此刻就下了决心 下一次出手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才行 没有这样的把握 最好是夹着尾巴不动弹 谈话是分开的 京城安很快就吃完了 陈伯也起身出去 叫来了等在走廊尽头的万磊 让他进去和京城安也说 几句话 陈伯等在外面 他们不是一个级别 再说了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事情 也不是和两人一起对话 所以此刻陈伯走向了前台 结了账 菜式不多 都是日本料理 陈伯也没吃饱 更不要说万磊了 估计他也没吃多少 一共一万三 这就是日料宰人的地方 但是陈伯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看到京城安在前 万磊在后 两人说着话走出了包房 你们先走吧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京城安摆摆手 朝着洗手间走去 陈伯和万磊出了店门口 陈伯小声说自己结过账了 奶奶的 真是载人不眨眼啊 万磊闻言瞪了一眼陈伯 两人快速地走向了汽车 自此 他们再也没有 谈过吃饭的事情 一直到了万磊的家里 万磊脱掉外套 就去厨房了 方便面 你要不要来一同 万磊问道 一早 长燕顶着黑眼圈 出现在了医院的精神科 昨晚又是一晚上没睡 医院的诊断 是她的精神出了问题 需要药物干预治疗 鉴于长燕的身份 虽然严院亮被免职了 但是按照提前退休处理 而且 人家现在在赵龙集团担任高级顾问 赵龙的老板是什么人 那可是渝州的首富 所以给长燕看病的 是精神科的主任 皮主任 你脸怎么了 伤得这么严重 长燕看到进来的精神科皮主任 吃了一惊 询问道 皮主任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说是骑自行车摔了一下 看来这夜骑还是停下来的好 看这面相 脸着地无疑了 其实 如果不是长燕事先和她约好了 她是不会来的 这脸上的伤 实在是太明显了 说是和猪头差不多 也不过分 哦 事情在向前推十个小时 那还是昨天晚上 她刚刚从一个豪华大平层的门口出来 就被人堵在了电梯口 二话不说 三个人围着自己打 其中还有一个是自己的同事和熟人 虽然她抱住了头 倒在地上 任凭这三个人打 可是依然被打成了猪头的样子 当时她真是气不过 但是也毫无办法 因为对方人多 而且很明显的一点是 对方是知道自己会去那个大平层的房子的 那是等自己出来后才下手的 因为啥呢 因为下手的同事和大平层里的那个小妖精 也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 而据那个小妖精说 那套大平层的房子也是自己那位同事买的 没有把自己堵在她的家里 是给她留着面子呢 再说了 一旦要是堵在家里闹起来 406射的还不都知道了 所以他们选在了电梯间里打 一踢一户 只要是自己不吱声 同一层的另一户根本不知道 因为大晚上的 都已经差不多休息了 而且中间还有两道防火门隔着 他们就算是把自己打死了 别人也难得能知道 自己被打得这么狠 屋里的那个小妖精 居然连开门劝一下都没有 可是刚刚 自己没出那个大门的时候 两人在床上的甜言蜜语 可不是这样的 严局没陪你来吗 皮主任一边做诊断前的准备 一边聊起了家常 长焰木然地摇摇头 说道 没来 他忙 也不知道忙得啥 哎 这日子和做梦似的 奋斗了半辈子 一切说没就没了 皮主任的话 基本上都是顺着长焰说的 但是也大概率问清楚了 严元亮现在在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 总之 严元亮现在在渝州 依然混得很有地位 不为别的 就单单是能混上 赵龙集团的高级顾问 一年几百万的薪酬 这就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此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进来的是一个身材窈窕的小护士 手里拿着药 看了一眼皮主任 把药放在了桌子上 戴着口罩 看不出长得如何 但是就这身材和眉眼 也能猜到长得不错 身材在这里摆着呢 实在不行看背影也是好的吗 人还能让尿憋死 长焰看完了病 皮主任开了药就走了 而这位小护士送来的药 不是给长焰的 而是给皮主任消炎的 诊断室里只有皮主任和小护士了 皮主任脸色依然很不好看 你不要生气 他昨晚带着人来读你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敢出去 他要是狠起来 一下子连我也打了 那我哪有那个胆子 护士看看关着的门 拉住皮主任的胳膊摇晃着 绿茶本质暴露无遗 要我不生气也可以 我把你从急诊科调过来 到我的科室来 咋样 离开他 不要再和他纠缠了 皮主任刚刚说了这话 诊断室的门被一脚踹开了 小护士吓得赶紧松开了 皮主任的胳膊 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鸟 缩在了一旁来人用脚一勾 诊断室的门被咣当一声关上了 这人什么也不说 上来就照着皮主任的脸上 扇了一巴掌 并且低声说道 姓皮的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 离开这家医院 去哪是你的自由 要是再让我看见你纠缠小黎 那我和你老婆说一声 等着给你收尸吧 眼看着两人又要打起来了 小护士赶紧把两人拉开了 最终 皮主任又挨了一巴掌 这一次 还是急诊科主任打的 之前打的时候 小护士没在跟前 这一巴掌是打给小护士看的 老子给你吃给你喝给你住 你还想着脚踏两只船是吧 以后给老子老实点 否则 你也别想在这个医院混了 小护士没敢留下来安慰皮主任 虽然皮主任年轻一些 但是和辩主任来比 他还真是窝囊得很 至于其他方面 不吃药的话 也就是比辩主任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时间多那么一丢丢 总之 小护士是不会为了皮主任 真的得罪辩主任的 皮主任看着两人走了 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门外今天也没有再安排别的病人 他关上了门 看了看这个自己待了好几年的诊室 从副主任到主任 自己容易吗 打归打 闹归闹 都是一个单位的 轻易不要砸别人的饭碗 真要是把人惹急了 那对方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皮主任关上了门 打开电脑 查到了长燕的电话 长主任 我是皮建义 你不是刚刚从我这里出去吗 拿完药了吗 关于你的治疗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别在医院谈了 这样吧 我这会也没事了 今天脸上的伤不舒服 我出去找个咖啡馆 我们好好谈谈 其实你的病 主要不是在身体上 还是在心理上 你看 咋样 皮建义很热心地说道 长燕这段时间一直失眠 晚上能睡一个小时就不错了 皮建义和他说过 要是再这么下去 他的身体迟早会垮的 还是要尽全力 看好心理的问题最好 现在皮建义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也要和自己谈谈 长燕当然领情了 于是 两人就约在了医院旁的一个咖啡馆里 皮建义离开的时候 还去了一趟急诊科 看到李笋站在性变的那混蛋身边撅着嘴 一看就是被训了 但是这个性变的还真是宠着他 当然了 在他们两个眼里 他就是个玩具而已 小朋友之间 你玩一下我的玩具 难道我拿回来就要扔了 洗洗不还是一样玩吗 所以 便主任不在乎 李笋被人挖过多少次了 只要是自己看见的时候 还在图里 那就是一颗好损 但是皮建义已经决定开始报复了 胡静安很是为难 该谈的话也谈了 但是自己的老同学也和自己吃了饭 该说的话也说了 这里面的根子问题 确实不只是在东海省这背后的博弈 用胡静安的心理话来说 你们愿意怎么样 那是你们的事 和我有啥关系呢 可是该汇报的工作不能不汇报 于是 他把自己和万磊谈话的经过 以及万磊递交给他的材料 一并带到了省委书记梅安宁的办公室 当然 他也捎带着提到了万磊 去找京城安汇报工作的事情 这句话是在最后说的 当时梅安宁正在考虑胡静安汇报的内容 当然 也在翻看胡静安带来的材料 对这句话没有怎么在意 直到他看完了材料 胡静安最后说的那句话 他才稍稍抓住了一个尾巴 重新把这个话题又提了起来 他什么意思 梅安宁语气不善地问道 胡静安无所谓 我是组织部长 我的权力是提建议 尤其是下面帝氏的一把手 他只有建议权 最后的决定权 还是在梅安宁这里 至于万磊最后是什么结局 最后的决定权 不在自己这里 所以 胡静安对于这次汇报工作 态度和心态都很超然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把一切都说明白就好 最后谁做决定 那么以后的责任 就由谁来承担 万磊找经省长汇报的事情 大概率也是刚刚材料上的东西 渔州的情况 确实是比较复杂 要说起来呢 万磊确实是弱了点 换个男同志去 或许会好点 胡静安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老实说 在决定换掉万磊之前 梅安宁确实没有好好调研一下 渔州的情况 他是接到了阮文涛的电话后 才决定动手的 可是从眼下的这些材料 以及胡静安刚刚说的 纪委也对渔州的情况 做了一个初步的试探来看 自己确实需要再考虑一下 下一步该怎么做 至于胡静安说的 换个男同志 梅安宁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这个胡部长 一个万磊就把渔州搅和得够呛了 再换一个强势的男同志去 这是要把渔州搅和烂算完 所以 梅安宁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好一会才淡淡地问了一句 经省长是怎么想的 胡静安摇摇头 说道 不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 胡静安很狡猾 京城安让他摆明他的态度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 胡静安居然说不知道 很明显 渔州的事 他不想掺和 该是我的工作 我尽力而为 不是我的工作 你们别想给扣到我的头上 老娘不接这个招 那算了 你回去吧 我找京省长谈谈 梅安宁是这么说的 可是结果他没有这么做 或者说 他什么都没做 这无形中给了下面很大的压力 因为是死是活 下面还等着呢 可是领导那边没有下文了 到底是个怎么处置法 没有下文了 有时候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 否则 该来的事情早就来了 我们一直这么等着 也不是个办法 还是回去把陈伯站在佛堂的外面 对着里面跪拜众佛的万磊说道 你不是消息灵通吗 打听一下 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杀药寡总的 给个说法吧 陈伯无奈地摇摇头 走进了佛堂 不带万磊说什么呢 从他的身后伸出手到他的腋下 就这样 在万磊不断地抗一下 把他拖了出来 你干嘛 你 万磊怒视着陈伯 要不是对方是陈伯 他早就翻脸了 陈伯把佛堂的门关上 里面的香火味道和外面隔绝开来 陈伯指了指佛堂 说道 这要是被人知道了 你就完了 心里再信这些 也要讲究个度 我问过了 没有什么结果 这件事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我们回去吧 出来好几天了 渔州的谣言四起 你再不回去 都传说你被留置了 万磊无奈地从地上站起来 看了陈伯一眼 走进了洗手间 叹了口气 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容颜 忽然有些伤感地说道 我知道 你的压力很大 其实我的压力也很大 做人呢 总得有点信仰和追求吧 我就这么点心里一丈 你看你说的 好像我还不能信这个了 他们知道了 又能咋样 咋样 之前又不是没有前车之剑 我让季风给你打印出来 那些进去的 都在里面吃斋念佛了 你这还没进去呢 就开始了 还能说你啥 说你思想不坚定 信仰不坚定呗 你是什么人 该信什么 你心里没数吗 陈伯有些恼火 万磊确实玩得有点过火了 别的不说 单单是家里这个佛堂 一旦被人发现了 他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就是深入的调查 到时候再有人兴风作浪 那他的下场不会很好 自己跟着他 还不得被他连累了 回渝州的路上 陈伯给官出直发了信息 并且趁着万磊在家里的时候 套取了他家的密码 一开始万磊还不想给他 但是陈伯的说辞是 以防万一 现在的这个局势 越来越复杂了 万事还是小心些为好 这件事 他信不过别人 也只有相信自己老婆了 官出下也没有带其他人 只带了他妈一个人 两人趁着万磊不在家的时候 到了他家里 把他的佛堂 给收拾得干干净净 现在再有人去看 最多就是一个 时常熏香的瑜伽士 陈伯的嗅觉 还是很敏感的 胡静安发力也好 京城安发力也罢 总之就是一个结果 梅安宁 不好在没有证据和借口的情况下 再拿下万磊了 因为万磊离开了渝州 那么最程序化的结果 就是戴永春上尉 然后从副市长 或者是副书记中选一个接班 又或者是从其他地区调任 可是梅安宁对其他的人还不熟悉 还要依靠胡静安的推荐 这还不是便宜了胡静安 想来想去 梅安宁选择了不动 徐须途知事 目前对他来说最好的结果 长燕和那位精神科的皮贱义主任见了面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从咖啡厅里 听到那件骇人听闻的消息的时候 他就浑身颤抖 到现在还一直在抖 颜月亮接到电话回来的时候 长燕缩在沙发上 一句话不说 像急了一个 害怕什么东西到了极点的病人 有病就要去看 不要拖着 拖来拖去 到时候就是大病了 你今天去医院了吗 颜月亮给长燕倒了杯水 问道 长燕点点头 接过水来 可是因为手抖得太厉害 一杯水被他洒出了半杯 颜月亮抓住长燕的手 仔细看了看 问道 你去看什么磕了 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颜月亮话没说完呢 长燕一句话没说 一头扎在了颜月亮的怀里 嚎啕大哭起来 这一哭就是半个小时 后来是颜月亮发火了 长燕才渐渐止住了哭泣 脸色惊恐地抬头看向颜月亮 可是此刻 在颜月亮看来 长燕的脸色简直是面如死灰 没有了一点生机 你到底怎么了 说话行不行 不会说话了吗 颜月亮大怒地问道 在颜月亮的大声斥责下 长燕渐渐地恢复了语言能力 断断续续地 把自己今天看病的经过 以及和皮建议见面的事情 悉数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虽然他们离婚了 现在也是分开住 各住个家 但是女儿是他们共同的孩子 孩子遭受了什么样的结果 他有权利知道 颜月亮一开始是真的着急 可是看到自己的前妻 这么断断续续地说话 也知道他是被吓到了 要不然 不会这么拖拖拉拉地 和自己说这些云里雾里的事 一开始 颜月亮还以为自己前妻 被那个精神科医生给欺负了呢 所以怒从心头起 想着从这个家里出去 就要把那个医生给大谢八块 至少让他下半辈子都站不起来为好 可是没想到 这位皮主任还是自己家的恩人 他说的都是真的 有证据吗 颜月亮咬着牙问道 长燕摇摇头 说道 他是精神科的 能有啥证据 孩子我们也看了 现在都烧了 还能看到啥 上哪找证据去 我可能说的不太全面 你可以找他问问 但是这事 他也只是听说 所以你不要着急 慢慢调查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调查清楚 医院里的事 我们都不清楚 隔行如隔山 你还是找他问问再说吧 这是长燕叫颜月亮回来的原因 他一个女人能干啥 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除了哭 还能有啥动作 可是颜月亮不一样 他曾是市局局长 对于这些事该如何调查 从哪里下手 他比自己要清楚得多 所以 还是要找他才行 我知道了 这是交给我 你不用管了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苟日的 如果是真的 我一定让他们给我们的孩子陪葬颜月亮说的 正像是陈伯说的那样 万磊再不回来 谣言也能把他们给吃了 万磊的回归 事伪伴的人心 算是稳定下来了 除了不再去招惹戴永春之外 其他的事情和工作 一如照常地进行 万磊没有表现出来 任何要离开渔州的迹象 这也让很多人心里很是失望 熊带月就是其中一个 他尽心尽力地 把事伪伴发生的事情 汇报给了林自明 有时候是打电话 有时候是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是打牌的时候 总之 他的工作 虽然没有给林自明提供很重大的情报 但是聊胜于无吧 可是戴永春心里依然不安生 因为儿子的事还没解决完 赵长安说的简单 可是美国的法院不是他开的 所以这个程序走起来就特别的漫长 想想自己看的萧生客监狱里发生的事 再想想自己儿子的模样 他被他妈养得太女性化了 不知道会不会遭到那些混蛋们的侵犯 想到这里 戴永春的心里就很不是个滋味 中院院长周景复这几天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他一直没敢出差 在单位等着戴永春或者是陈伯的电话 但是这两人居然好像是很默契的 都没给自己打电话 接着就是万磊去了省里没回来 这让周景复的心里更是忐忑起来 连门都不敢出了 因为他听了万磊和陈伯的话 把达康集团的查封范围 按照案值进行了严格的划分 这就导致了戴永春他们的计划提前搁浅了 周景复知道 这两人肯定饶不了自己 他在紧张地观察着省里 关于万磊的处理结果 可是什么结果都没有等来 人家万磊回来上班了 并且还开启了下乡视察 这几天一连几天都在下面县里视察呢 周景复根据自己这几十年的从政经验 他觉得自己还需要为自己的仕途再烧一把火 万磊可是向自己承诺 自己可以再干一届的 所以这个时候递上去他们想要的东西 或许正是时候 周景复叫来了自己的助理列举了几个暗号 说道 你把这几个案子的案卷给我调来 不要告诉任何人 也不要登记 当暗示问的时候 就说我要借阅 他们要登记的话 让他们来找我亲自登记 周景复都这么说了 当暗示还敢说个屁 这明摆着就是不想留下任何的痕迹呗 这就是单位生存的规则 所有的规则看起来都是死的 僵硬的 可是在领导的权力之手挥舞的时候 这些规则就像是活了一样 也像是一根根丝线 在你看得见或者是看不见的地方 随着领导的指示方向 不断地变化着形状和飘落的轨迹 如何运转 那都是领导说了算 陈伯确实在陪着万磊在下面现实调研 季风也站在后面 万磊的手机也是他拿着的 接到电话后 走到了陈伯的身边 将手机递给了陈伯 谁啊 陈伯走到一边低声问道 中院的周院长 说是有事情要向万书记汇报 陈伯看了一眼万磊 拿着手机走到了一旁 一开始 他还以为是达康集团的查封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戴永春又给他施加压力了 周院长 我是陈伯 万书记正在讲话 要不 你等会再和他通话 陈主任 你接电话正好 我知道你们今天在哪 我到了临线了 见万书记之前 先和你见个面说一下也可以 我一个人来的 陈伯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情 不简单 但是也没有掉以轻心 于是继续试探周景复来到了临线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图 他是来见万磊的 那就说明他有事情要向万磊汇报 可是万磊和周景复能有多少交集 陈伯一开始有些疑惑 但是本着不能耽误事的原则 也不敢把这事给推了 于是答应立刻汇报 晚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给他回复了 果然万磊在听了陈伯的汇报后 笑了笑说道 看来这老家伙还真是惦记上再干一届院长了 再干一届院长 或许有周景复有很多事没有处理完 这个时候下去 有太多的事容易暴露出来 所以才和万磊做了交易 又或者是这个院长本身就很有吸引力 屁话 院长没有吸引力 啥有吸引力 总之呢 万磊的意思是要和他见一面 说不定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晚上要去临县吗 还是叫他过来 这里人多眼杂 你下来考察 是大事 县里的安保部门今晚别想睡觉了 肯定是24小时守着 周景复来了之后 很难不暴露 陈伯担心地说道 一句话 周景复来也好 万磊去也好 都不是最佳选择 万磊看向陈伯说道 不是还有你吗 你对外说回渔州处理点事 拐个弯曲见见周景复 只要不是太离谱 他有啥要求 你可以答应他 我觉得除了院长再干一届之外 其他的也没啥了 他来找我们 一定是有啥事不好 在渔州说的 陈伯听了万磊的自言自语 再看看外面的天色 把季风叫进来 嘱咐了一遍 自己对季风说领导要他回渔州处理点事 安排好一切之后 陈伯踏上了出发的路 其实陈伯倒不是不想去见周景复 而是自从和魏宇棠见了面之后 他一直都小心在小心 小心软文涛的报复 也小心美国人的报复 现在很确定的一点是 美国人一定是把汉克的死算到自己头上了 自己虽然啥是没干 但是这个黑锅是背上了 魏宇棠动的手 可是自己不能对外说是魏宇棠干的吧 哎 想来想去 这就是命 谁能想到魏宇棠现在也进化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柜子手了呢 为了小心起见 周景复居然没有住酒店 也没有去任何人家里 他在这个县城更没有房子 他一直在车里 房车 按照他给陈伯发来的地址 陈伯在一处水库旁找到了他 这家伙正在钓鱼 院里都知道他们的周院长喜欢钓鱼 为了钓鱼方便 还买了房车 所以这个时候 他开车来到了这个水库旁 没有人怀疑 他来这里干什么 陈伯来了之后 周景复就收摊了 两人来到了房车里 暖和了不少 有吃的吗 饿死我了 陈伯笑着问道 于是周景复拿出来了吃的 在微波炉里打了一下 陈伯没吃别的 馒头和水 馒头是周景复的 但是水是陈伯自己带的 那些容易下毒的之类的东西 陈伯是一点都没动 小心到这个程度也差不多了 看着陈伯在吃 周景复有些紧张 也有些犹豫 这一点陈伯看出来了 于是又给他加了一把火 要不然 自己来这一趟 就算是白来了 你给我打了电话 我就立刻汇报了 万书记的意思是 他来这里 还是叫你去 人多眼杂 要想不被任何人发现 很难 所以就叫 我来听听你的意见 你放心 今晚说了啥 明天一早 就会到万书记的耳朵里 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落下 你要是还信不过我 那就算了 我吃喝完了就回去了 陈伯不悦地说道 周景复立刻表示自己 不是这个意思 陈伯误会了 是因为这是太大了 所以才不得不犹豫再三 因为这是一旦说了 他就没有回头路了 到时候 就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陈伯听出来了 这段时间 于周的政治生态 确实复杂地 让一般人无法理解 到底是怎么个事 因为信息的缺失 所以很多事情的走向对不起来 先是严元亮被抓 而且还是当着那么多干警的面被抓的 省纪委亲自来人 可是最后呢 居然给放回来了 虽然没能再回到体制内 只是按照提前退休处理 但是人家是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这没错吧 再就是关于万磊的谣言 他在省里那几天 渔州谣言他被调走了 也有的说是被留置了 总之那几天 周景复心里是忐忑不安啊 可是他和万磊 没有多深的交情 唯 点让他希望万磊能好好的 就是万磊告诉他的 关于院长再干一届的承诺了 可是万磊回来后 再也不在于周待着了 相反 他开始下基层了 而且是一个线一个线的跑 每个线都要待上两天 一天听报告 一天亲自深入到基层 查看真实情况 要是他马上要被调走 又或者是被纪委警告之类的 他还能有这个心思 这也是大多数渔州的干部思考的结果 那就是万磊不但要在渔州干下去 而且看样子还要大干一场 在省里这几天 一定是被领导给敲打了 肯定是说他脱离了基层群众 这不 恶补呢这样的话 调走不太可能 纪委要查他的话 他也没这个心思干这些事了 而且在基层体制内的这些人 最最高明的一个 本身就是察言观色 万磊在基层的表现 一看就不是作秀 或者是以此来辟谣 那是真的想干事的样子 别的不说 一个线刚刚下了大雨 可是县里 也没想到 这个时候 万磊会要求下乡镇 看看大雨有没有带来灾情 于是在县里紧急采购新的雨靴到来之前 万磊已经到了田间地头 看着老农在田地里挖沟排水 他脱了鞋和袜子 就下了田地 众目睽睽之下呀 那雪白的脚丫 除了踏进水里那一瞬间 有些迟疑 但是接下来 陈伯在他身后举着伞 万磊走在前面 几步路的距离 老农走了一多半 而万磊只是在泥水里 挪动了两三米的距离 可是 就这 其他人也都跟着脱了鞋袜 踏进了泥水里 领导都这样了 你好意思不下田 陈主任 我不是信不过你 只是前段时间 关于万书记的谣言可不少 周景复善善地说道 陈伯明白了 这老小子是有事要找万磊 汇报不假 但是也在权衡利弊得失 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万磊 要在这里干多久 他的院长还有没有戏 陈伯当然不会说万磊 要在这里干多久 事实上他不但不知道 就算是知道 也不会告诉周景复 这种事 只要是告诉一个人 估计渝州的大小干部 就都知道了 于是 陈伯说了另外一件事 中心意思就一个 那就是 现在万书记很忙 白天下基层和老百姓对话 还要防备被地方上这些干部的 文字汇报给坑了 晚上要批复市委的文件 自己今晚也要赶回去 事实上 万书记是没必要事必公亲的 但是省委领导的批示 是渝州的干部 在天上飘的时间太长了 把自己当作神仙了 要沉下去 要沉到老百姓中间去 万书记是把省领导的批示听进去了 所以这一次 渝州的县市一个都落不下 万书记的意思是 这一次下来视察 是县要全部跑到 乡镇看三分之一 剩下的在未来几年慢慢看 争取在他离开渝州的时候 全部乡镇都要跑一遍 自然村跑一半 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也是间接地表明了 万磊要在渝州待多久的意思 周景复听着陈伯这么说 心里有底了零 他点点头 打开车门出了房车 在外面抽了支烟 四处观察了一下 又回到了房车里 打开了车辆全部的外部监控系统 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 推到了陈伯的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陈伯问道 这是我经历的几个案子 说实话 为了这几个案子 我这几年都没睡好 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办公室睡的 心里稍微安稳点 白天睡觉不害怕 晚上是真的吓得睡不着 周景复说道 陈伯一听这话 握住鼠标 仔细地查看着 电脑里上万份的扫描文件 这部电脑没有联网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 是我刚刚买的 一部新电脑 你可以带走慢慢看 这里涉及到几个人 一个是严元亮 一个是赵长安 还有一个是我们省的首富旗舰业 当然 也有戴永春他们是政府的几个人 真正知道这个案子全部情况的人 不超过五个 听着周景复的介绍 陈伯没有在看电脑 他可以拿回去慢慢看 这个时候 还是要听周景复的讲解 更为辩解一点 两个小时后 周景复讲述完了这几个案子的内容 陈伯已经被震惊得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是不是很惊讶 在于周也能发生这样的事 周景复无奈地说道 陈伯点点头 说道 这种情况的冤假错案 我也只是在新闻里看到过 没想到我们这里也有 没想到严元亮 这位办案专家是这么办案子的 周景复笑笑说道 这只是其中之一 或者说 这只是报到中院来的案子 我们当时也知道这个案子有问题 可是奈何压力太大了 不但是于周市领导的压力 还有严元亮 他是副市长 在于周也很强势 但是我们法院 不 是我顶住了压力 没有判决死刑 只是一个死缓 现在算来 这家伙在监狱里待了快五年了 这五年来 我真是坐卧不安啊 在基层法院判决了多少案子 我就不知道了 在赵长安的压力之下 刑事案子没有上诉 基层法院就给处理了 我也懒得管 这么说的话 齐建业的弟弟没死 只是隐顿了 换了个名字 继续生活 而这个被判死缓的人 本身就是个错误 周景复深深地吸了口烟 说道 这个被判刑的家伙是个傻子 家属虽然一直在申诉 但是用处不大 还是那句话 他们配合得太好了 到了我这里 也即是最后一道门的问题 按照他们当时的意思 就把这人枪毙了 一切就都尘埃落定了 但是我私下里和审判委员会的人做工作 咱们判了这个案子 到死都会找出来的 到时候咋办 在周景复的劝说下 有的人动摇了 但是有的人觉得这案子 是齐建业弟弟的 他有的是能量 还能出问题 还是有人不想服从你对吧 是啊 我说 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了 你们见过五十年不倒的大树吗 你们见过三十年不坏的大伞吗 万一这树倒了 伞坏了 到时候 大家都一把年纪了 退休了 没有什么权利了 懂不懂什么叫人走茶凉 我要是明天不干了 我的案子出了事 你们会保我吗 周景复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卑切 很明显 这个案子 是在他发了火之后 才守住了底线的 所以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严原谅这些年 办了不少这样的案子 只是没有到死人的地步 所以很多案子 在基层就消化了 到不了你这里 你也不知道多少 只是这个案子太大了 所以 可是即便是严原谅下来了 但是赵长安和齐建业还在啊 他们现在的势力 你不怕吗 陈伯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陈伯的意思是 赵长安是地头蛇 而齐建业 更是渝州出去的东海省首富 他就不怕吗 周景复叹了口气 说道 怕 但是怕也没用 在达康集团这件事上 我是相信你和万书记的 而赵长安 他 现在是外强中干 对外说是渝州首富 但是他的钱不是他的钱 是齐建业的 而齐建业去了日本 很久没回来了 我在省里的朋友说 齐建业摊上市了 资金链断裂 出了很大的问题 哦 对了 他前段时间回来一趟 据参加酒宴的朋友说 是来借钱的 要是政府出一笔钱 你肯定知道 这是在市委卡住了 不了了之 过不了多久 他也自身难保了 我这个时候 把这事搅和出来 不是最好的时候吗 再晚了 恐怕意义就不大了 因为我也不想摊上市 陈主任 你帮我问问万书记 我现在把这事拿出来 不算晚吧 办案能手 万磊看着电脑屏幕 冷笑着哼了一声 陈伯没理会万磊的冷笑 而是听他说完了之后 问了一句周景富关心的话 那就是 他的事怎么办 周景富的是怎么办 这不是明白着的了吗 人家是来投诚的 而且拿出的投名状 相当的有分量 这个时候 如果还不能给一个确定的承诺 那周景富接下来的配合 就有些难了 你告诉他 他的事我说了 就一定有结果 但是接下来的事 还需要他这个法律人士 提供一些可操作的意见 这个案子都这么多年了 要想再扒出来 总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吧 陈伯 这段时间 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主意和方案 让周景富制定 并且告诉他 为了安全起见 这件事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否则 一旦出了问题 我们可不负责任万磊走在前 其他人走在后面 看着万书记 对陈伯面受激疑的样子 大家也都在心里 暗暗给自己提个醒 那就是 这位陈主任 真的是万书记的心腹 比秘书还要亲近得多 陈伯是昨晚连夜赶回来的 一大早陪着万磊吃了饭 在饭桌上 没法汇报这么机密的事情 到了下面走访的时候 陈伯仅走了几步 低声把没有在电脑前 汇报完的事情 重新讲了一遍 而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让陈伯和万磊 在前面 有个说话的空间 陈伯点点头 回头朝着县委书记和县长摆摆手 这两人才快不跟了上去 而陈伯则是和季风落在了后面 你男朋友现在镇上干得怎么样 陈伯低声问道 还可以吧 他就在这个县的乡镇上 我刚刚还想着 晚上和你请个假呢 因为加班 他已经一周没回市里了 季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要是以前 季风是断不敢这么说的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他也算是看出来了 陈伯对市委伴 这些小姑娘压根就没兴趣 而且据说他老婆很厉害 而且老丈人还曾是省委常委 岳城市委书记 这是自己能比的吗 所以才敢和陈伯 提起自己男朋友的事 陈伯笑笑说道 你和你男朋友的事 我和万书记提过了 明天要去他所在的镇上视察工作 你和你男朋友说说 好好表现一下 回头我再和万书记提提 也调到市里来的了 省得这么老是两地分居 这年头时间长了 很容易出问题 诱惑太多了 对于陈伯这些话 季风是感恩戴德的 除了不能以身相许之外 估计其他的感谢 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陈伯好像什么都不缺 皮剑一找过长燕之后 心里也是一阵忐忑 毕竟自己说的那些事 都是听李笋说的 真正的操作 自己试一次都没参加过 也只是和李笋激情澎湃的时候 听他说了那么一嘴 急诊科知道这事的人 也不超过四个 李笋是护士 是他们需要的人 这也是辩主任这么疼惜 和拉拢李笋的原因 虽然他和皮剑一睡过了 但是辩主任并未抛弃他 因为一旦李笋去了精神科 那么他经历的事就有可能漏出去 可是为了那点事 要把李笋杀了吗 他们敢杀病床上的人 但是对于一个活蹦乱跳的人 性变得还是有些胆怯的 尽管把皮剑一打了一顿 要把他赶出医院去 可是要说连李笋一起灭了 他还没有那个胆子变成因不知道的事 自己对李笋这么好 要钱给钱 要房子给房子 几乎是每个节日都没落下过 弄得自己一个老头子了 还要在手机日历上 标注上现在年轻人的每个节日 礼物鲜花都没落下过 皮剑一除了比自己年轻几岁之外 他还有啥 其实也没啥 李笋找皮剑一 当然不是为了他年轻那么几岁 说实在的 要是严格地比较起来 别看皮剑一年轻七八岁 可是时间上还真是不如变成因要长一点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 可是这一两分钟时间 确实是起到了量变到质变的作用 真的很管用 但是李笋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变成因干的这些事 早晚都要暴露出去 到时候他就是想死都来不及了 所以才想着找了皮剑一脱身 他原以为自己找了皮剑一 让变成因知道了 就会放弃自己 不会再找自己麻烦了 那样自己就可以脱身了 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贼船这个东西 真的是上船容易下船难 贼船也是一样 上去了还想着下来 不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是万万不可能下来的 虽然皮剑一想着让他到自己的身边工作 这样就可以进水楼台了 但是在变成因的淫威之下 李笋一个字都没敢说 皮剑一收拾好了东西 打算回老家陪着父母待几天 自己是一名医生 去哪里都有晚饭吃 趁着这个机会 回去陪陪父母也是好的 可是刚刚出门开车 在他打开车灯的那一瞬间 一辆车从一旁的车位上窜了出来 静止挡在了他的车前 他被吓了一跳 刚刚想要大骂几句呢 那辆车的车窗玻璃落了下来 颜元亮朝他招了招手 皮剑一知道 自己这次算是赌对了 想想也是 只要长焰把这事告诉了颜元亮 他会不管吗 就算是自己现在不是局长了 可是事关自己女儿的事 他怎么会不管 于是 皮剑一上了车 坐在了后排 长焰伸出手 说道 皮主任 谢谢你 我代表老颜 也谢谢你 但是你那天说的事情 我脑子受刺激了 有些乱 所以 我把老颜叫来 你和他仔细说说 到底是咋回事 我们没有证据 但是我们不能 不管不问 那是我闺女呀 说到这里 长焰又嚎啕大哭起来 皮剑一在后座上手足无措 不知道 该怎么安慰这夫妻俩 可是他没有参与这些事 所知道的 也是一知半解 要让他把这里面的事情说清楚 这属实有些难度于是 他把李笋卖了 但是 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性 他不得不 把自己脸上的伤的来历 以及自己和李笋之间的奸情 都吐了个干净 末了 为了恭维严原谅 他还说道 严局长 您是办案专家 你肯定听得出来 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 没有一句瞎话 要是我说一个字的谎言 天打五雷轰 严原谅深深地吸了口烟 把一张纸递给了皮剑一 说道 把这个李笋的情况 都给我详细地写清楚 地址 电话 他有什么爱好 对了 还有那个变成音 皮主任 谢谢你 要不是你这么有正义感 我们夫妻还蒙在鼓里呢 我保证 今晚之后 这事和你 就没有关系了 等我处理完了这些事和人 我再找你喝酒 你呢 也不用离开人民医院 安心回老家陪老人待几天 静静笑道 等我处理完了事情 你再回来 保证 不会有什么问题 颜原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又将皮剑一送了回去 非常的客气 虽然这两位主任是狗咬狗 但是狗如果不咬起来 人怎么得力呢 颜原谅将长宴也送了回去 这事你不要管了 也不要对任何人说 毕竟皮剑一说的这些 没有任何的证据 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给闺女找回公道 凡是参与这些事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放心吧 颜原谅几乎是咬着牙 说完这些话的 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了 如果是患在以前 长宴肯定会劝她不要做傻事 可是事关闺女 而且闺女还没了 她再没有什么 可顾及的了 至于丈夫 在离婚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再也没什么关系了 长宴下了车 回头看向颜原谅 又加了一把火 一个都不要放过他们 颜原谅 开车离开了这个住了多年的小区 她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 李孙所住的那个新小区里 这里都是大平层 一个护士 就算是那个医生 在宠溺她 哪来的这么多钱 买这么好的大平层 据说这套富士大平层上千万了 这个小护士 会自己还房贷吗 所以 那位变主任的钱 是哪来的 做什么生意 这么赚钱 要是真能这么好赚钱 相关部门 为什么不请她去传授一下经验 先富带动后富 大家达到 共同富裕不好吗 事实上是 先富不会带动后富 这是人性决定的 最可能的结果是先富剥削后富 你可以富 但是不能比我富 李小姐吗 我是变成因的朋友 她叫我过来的 李笋的法拉利 进了地库 停在了自己的车旁 颜元亮下车后 主动搭讪的 李笋看了一眼颜元亮 有些不满意的点点头 随后就朝着车库的单元门走了过去 虽然不满意 可是她不敢说一个不字 这也是皮剑易告诉她的 当然也是李笋告诉皮剑易的 原来李笋铁了心 要离开变成因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逼着她 或者说是诱惑她 接待一些她安排的客人 用她的话说 这些都是全国知名医院的大佬 在她的研究领域 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 事情不是白做的 比如今晚 说好了是一晚二十万 而且还是现金 当然了 安排的也不是今晚 而是明天 可是今天 这个人来早了 反正今天和明天都是一样 只要是给钱就可以 她已经在悄悄地找中介 卖这个房子了 皮剑易靠不住 那就只有靠自己了 卖掉房子后 自己能有一大笔钱 到时候就可以卷款 离开这里了 每次都是如此 在地下车库 等着她回来 可是今天在急诊室 忙了一天了 她真的很累 可是变成因 给她安排的人 她又不敢推掉 甚至是给变成因 打个电话 确定一下时间 是不是今晚都不敢 撒娇可以 但是不能不办事 李小姐 是这样 我今晚十二点的飞机 所以我们之间 待不了多长时间 要不这样 你不要回家了 跟我去酒店 我半夜从酒店离开这里 或许比较方便点 言言谅 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愤怒 希望可以用 非暴力将这个护士 骗到自己的车上来 到那个时候 一切就都由不得她了 李孙也不想 让陌生人到自己家里去 既然要求去酒店 那正合自己的意思 反正酒店 折腾成什么样 都不用自己收拾 可是以往变 成因安排的那些人 就是愿意去自己家里折腾 每次都要收拾半天 还不敢请保洁 真的是难受至极 她上车后 本来是要给变成因 打个电话的 但是这位老头 看上去很健谈 而且还给了自己一瓶水 这瓶水不是凉的 好像是加热过的 这给了李孙一点好感 变成因 让自己招待的这些人 就没有年轻的 都是这个年纪的老头子 没办法 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软 只要是将这一切 都撑到自己卖完房子 跑路就好了 可是 她在喝了一口水之后 忽然感觉自己很困倦 在看一旁 开车的这个男人的时候 视线已经开始重影了 当她低头看看自己手中的瓶子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她低头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当感觉自己的脸被一阵刺骨的凉水 侵袭的时候 李孙慢慢醒了过来 可是这里是什么地方 她不知道 可是自己真的很冷时当下面临的问题 因为她不但被曝光了所有的衣服 甚至身上还被大拇指粗的麻绳 捆得结结实实 虽然坐在一把椅子上 但是很明显 这个时候 温度才是她最想要的 她看着那个男人 历生说道 这可不包括在事先说好的游戏里 我要给变成音打电话 你们不能这么玩 我太冷了 给我松绑里损颤颜巍巍地想要站起来 可是却觉得 自己连椅子也给带了起来 低头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胳膊 绑在了椅子靠背上 而自己的双脚则是被绑在了椅子的两条腿上 她简直要疯了 打定主意 从此之后再也不听变成音的了 可以 那你和我说说严谨的抢救过程吧 我是她爸 这里是一个烂尾楼 一眨眼的功夫 渝州的烂尾楼越来越多了 说好了 我放你回去 说得不好 我把你从这里推下去 你看看 我身上穿的 我不会在这里有任何的痕迹 而你 就要当一个替死鬼了 李笋这个时候 才注意看对面站着的这个老头子 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这一看就是前两年穿上 就有无限权力的服装 可是现在看起来 白得有点吓人 确实如此 全身上下 无一处不包裹得严严实实 要真是把自己推下去 在这个烂尾的房子里 自己烂了 都没人发现 可是 她知道的确实有限 除了变成因之外 她还知道 一个和变主任 合伙的医生 而护士 就只有她自己一个人 这也是她想要逃离的原因 因为她内心产生的恐惧 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在她搭上皮件衣之后 这种情况 稍微好了一点 这也是皮件衣 敢接纳她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 李笋确实是太漂亮了 正是属于那种 树上熟透了的果子 不但是熟透了 对皮件衣来说 还是低垂的果子 只要是稍微伸手 就可以够得到的果子 这样的果子 每天就在你的眼前 晃来晃去 哪怕是不吃 你是不是也想伸手摸一把 皮件衣以为 自己知道了 辩成因和李笋的秘密 拿捏他们两个 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情 但事实并非如此 辩成因有一个强大的后台 这个后台 可以让皮件衣 无声无息地消逝 但是辩成因 还不知道的是李笋 已经把他们的事情 卖给了皮件衣 辩成因还以为皮件衣 就是和自己抢夺李笋 这个美丽的小护士呢 可因为这个小护士身上 有太多的秘密 他不得不豁出脸去 也要把人抢夺回来 颜原谅很失望 但是也很愤怒 因为女儿的事情 他查清楚了 这个小护士 交代得很详细 在李笋动的瑟瑟发抖的时候 在他采取一切措施 为自己的身体 获取一点热量的时候 颜原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把见到女儿尸体的 那天所有的事情 都回忆了一遍之后 心里愈发的凉了 因为以他多年的警察工作 他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一直陪着他们 夫妻俩的赵长安 颜原谅回头看了一眼李笋 很明显 这个女人知道的有限 根本不知道 辩成因后面还有谁 他说来说去 说的都是和辩成因 以及皮件衣的那点男女迫事 可是赵长安有没有问题 在自己女儿的事情上 赵长安有没有参与 这个问号 在颜原谅的心里 冉冉升起 他是真的想杀了这个女人 但是想来想去 实在是没必要冒这个险 因为他既不是主谋 也不知道这背后的事情 而且 他的眼里除了钱就是愚蠢 在那些主谋的人被除掉之前 这个女人还不能死 李笋被解开了绳子 一旁柱子下的衣服近在咫尺 但是他冻得缩成了一团 也不敢去拿 万一趁这个机会 把他推 下去 那么 他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把衣服穿好 你知道皮件衣的电话吧 去找他 你们爱去哪去啊 但是在接到我的电话前 不许回来 不许和辩成因联系 明白了吗 颜原谅冷冰冰地问道 李笋哪还敢不答应 点头如啄米 在送他回去的车上 颜原谅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了 肯定也听说了我一些事 我刚刚说的话 你如果听不进去 那就是你的命不好 你走到哪里 我的人就会跟到哪里 你虽然看不见他们 但是他们一直会监控着你 到时候 不要怪我说话不算话 颜原谅这一通威胁之后 李笋被吓得再次哭了起来 哭着说自己不知道是他女儿 每次有这样的事 都是辩成因给他打电话 他只是打个下手而已 一切处理的事 都是辩成因和另外一个医生负责的 而且不是对病人进行抢救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遗弃 还是那句话 救人和杀人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颜原谅一想到这个 心脏就开始不舒服 白白手 李笋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直到李笋消失在了夜幕里 颜原谅捂着自己的胸口 扶在方向盘上 好一会才缓过来 李笋这次算是彻底被吓到了 回去后 洗了个热水澡 好一会 身体才有了知觉 想想自己刚刚的经历 他不禁在浴室里嚎啕大哭 这栋房子看来是来不及卖掉了 但是自己如果不听那个人的话 自己会有好果子吃吗 所以 在身体稍微缓过来之后 立刻收拾东西 开了另外一辆车 连夜离开了渔州 不知去向 一个小护士好收拾 而且失踪也就失踪了 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风浪 可是变成因就不一样了 他是急诊科的主任 他如果失踪了 急诊科就乱套了 可是要想把这个人 请到自己想要去的地址 那也不是容易的事 李笋真的听了严元亮的话 联系了皮建议 这让皮主任喜出望外 皮建议当然也没有瞒着严元亮 当即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严元亮 这一刻 他们还是一伙的 第二天 外省的一个老专家 来渔州进行业务交流工作 因为自己要发表几篇文章 这位老专家正好是这个刊物的主笔人 有了他的帮忙 一切都会顺利很多 虽然花了钱 但是变成因还是安排李笋接待一下这位老专家 并且贴心地为老专家提供好了招待场所和急救的药物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变成因却联系不到李笋了 变成因一下子就恼火了 简单交代了科室其他人员几句之后 立刻驱车来到了李笋的家里 这是自己买的房子 自己对这里简直是太熟悉了 但是当用密码打开门之后 这里的一切让他以为自己走错了房子 因为这里乱糟糟的 好像是有人把这里洗劫了一样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一根棍子从他的脑后飞过 他感觉到自己的后脑勺一疼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看到的一幕和李笋看到的那一幕极其相似 只是地点不同而已 这里是李笋的家 而上一次李笋是在郊外的烂尾楼上看到的这个人 严局长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变成因活动了一下自己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手臂 问道 你认识我 严原亮有些意外地问道 严局长 你怎么在这里 变成因心里慌的一批 他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李笋那个贱人把他给卖了 要不然 严原亮怎么会在他的家里呢 他人呢 辩主任 我现在不是什么局长 我只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和李笋谈过了 他告诉了我很多内幕 辩主任 我现在想听听你的狡辩 你如果编故事的能力强 说服我 你还能活着从这里离开 否则 他们就会过来陪你 严原亮说着 将两张照片摔在了变成因的面前 一张是他儿子的 一张是他老婆的 变成因一看这两张照片 刚刚跪在地上的他是直着上半身的 可是现在上半身挺拔的腰身彻底塌了下去 并且 严原亮闻到了一股子尿骚味 没错 这位辩主任尿裤子了 尿在了他花十多万购买的阿富汗地毯上 M 猎人和猎物的位置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的弓箭瞄准猎物的时候 你的背后也有弓箭瞄准你 这就是动物世界的森林法则 人生而有善有恶 你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是因为你的利益还没有被侵蚀 你所表现出来的恶是因为除了恶你已经一无所有了 是丛林法则放大了恶的光运而已 万磊发话之后 在他视察下一个现实的时候 他拿到了周景复制定的关于齐建业弟弟案子的方案 陈伯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觉得这真是他妈的扯淡扯到天边了 当时不让申诉的是你们 去北京抓人的是你们 现在让申诉的还是你们 这他妈的还有完没完 万磊倒是不以为意 看着陈伯对这份方案愤怒不满的表情 说道 政治就是这么回事 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看对风向 站在下风口 你不喝烟谁喝烟 现在风向变了 是该把这件事拿出来重新点火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已经站到了上风口 再大的烟也调转不了风向 只要是把这事启动起来 其他的再慢慢推进 当万磊说到这里 看了一眼陈伯 继续说道 这一次如果还不成 我在这里就真的干不下去了 那我们就做好离开的打算 陈伯仲没问道 现在倒不至于 事情还没有做 我们就想好退路 那这事就永远都做不成 我的意思是 一旦这是做了 我们 在渔州就待不下去了 字面意思 你想过没有 这么一个错案 到最后要牵连多少人 当年制造这个冤假错案的人 他们现在是什么位置 这个案子错了 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岂不是要把渔州 这么多人都得罪了 万磊撇撇嘴 问道 陈伯笑了笑 说道 书记 这个你就多虑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从政 这里面的事比我清楚得多吧 就算是伞不坏了 可是只要是伞骨还在 就还能撑着 虽然可能会漏雨 只要及时地缝缝补补 过一段时间 就又是一把遮天的好伞 老百姓的记忆能有几天 信息爆炸 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除了当事人之外 还能有几个人记得 至于被牵连的人 都是组织培养多年的好干部 风声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还能揪着一辈子不放吗 万磊也知道 这渔州的网太密了 要想把这个网彻底地掀开 彻底地撕烂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要不然 他也不会有被人拿掉的风险 还是那句话 作为他来说 只有先保住自己的位置 那才能想办法做点事 否则 位子都没有了 还做个毛线 谁听你的呢 甩手走了是可以 没问题 那也只能做到独善其身 离开渔州 万磊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不甘心而已 万磊闻言 看了陈伯一眼 不满地说道 你现在越来越艰滑了 不过我喜欢你这个变化 刚刀一辙 一旦断了 这辈子都别想再接上了 就算是有再好的师傅 给你接上 你也不是原来 那个没有任何练习的你了 现在你自己学会了柔韧性 这很好 我也能放心点了 渔州这个地方 不比你以前待的地方 快意恩仇不行 要深入地学习规则 学习法律 你要用得比他们还熟练 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否则 我们真的是很难 从这里脱身了 万磊的意思是 如果他们不去找京城安 那么顺势离开渔州 一切都还好说 可是现在不行了 一夜之间 很多人都在传万磊 是京城安的人 这就意味着 他从一个没有后台背景的人 变成了一个有靠山和后台的人 这就难办了 不但自己要小心应对 还要和京城长那里保持一致 这样的难度堪比走钢丝了 陈伯低头没有说话 万磊这是在点他呢 这件事确实是他做的 只是没想到万磊会这么介怀 自从见了京城安之后 陈伯很明显地感觉到万磊是有了精气神 也在做一些实事 可是对他的态度却有了疏离感 很明显 万磊猜到了这背后坐手脚的人是陈伯了 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没有人喜欢被人控制 作为一个市委书记的万磊更是如此 这件事是陈伯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做的 他很恼火 天色昏暗 两人走在县城的街道上 街道上车水马龙 万磊回头看了一眼季风 让他告诉县委的人都回去吧 他只是想出来看看县城的烟火器 都忙了一天了 没必要跟着了 回头万磊继续和陈伯向前 在路过一家洋汤馆的时候 陈伯提议进去喝一碗洋汤暖和一下 两人坐定 季风在门口的位置上坐下 替他们守着门 万磊的勺子在羊肉汤里搅和着 没有喝 自从你老丈人死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想着攀什么高枝了 你这次算是把我架在火上烤了 陈伯 你这是做得不地道 严元亮准备好了摄像机 茶几上的工具合理 几把老虎钳子 也做好了清理工作 然后看向变成音 说道 那 咱们开始 变成音刚刚想要大声呼喊 虽然他也知道 这么干没什么用 但是不喊 就只有等死了 但是他刚刚张嘴喊的时候 就被严元亮塞了一团抽纸在嘴里 根本就喊不出什么声音来了 虽然也有些呜呜的声音 可是这个声音是叫不来人的 严元亮拿出了老虎钳子 想要开始给他拔牙的时候 变成音又被吓得尿了裤子 这一次不但是尿了裤子 甚至是连屎都给吓出来了 属于是大小便失禁 同时他开始呜呜地发出声音 像是要说话的样子 于是 严元亮用老虎钳子 把他嘴里的纸巾拽了出来 变成音是真的有话要说 可惜的是 他说的话让他的命丢得更快了 严局长 你不能这么对我 真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知道 你和赵总关系很好 我要是死了 或者是失踪了 他一定会查到底的 毕竟 这是他才是最大的老板 所以 严局长 你把我放了 我们就算是不打不相识 我不会告你 更不会把这事告诉赵总 这总可以了吧 便成音被堵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严元亮文言 慢慢坐回到了沙发上 低头想了一下 抬头问道 哪个赵总 便成音看了一眼摄像机 结结巴巴地说道 就是赵长安 你们不是朋友吗 我听赵总说过 你先在他的公司当顾问 医院的是我负责 外面的是他负责 虽然你不是市局局长了 但是我们这个生意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他亲口告诉我的 你们 你们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 严元亮文言 苦笑了一下 走进了厨房 拿出了刀子 将便成音手上的绳子都割断后 这才慢慢地回到了摄像机前 便成音还以为自己搬出来赵长安 这下总算是逃过一劫了 没想到严元亮这只是缓兵之计 只是为了取得便成音的信任而已 换了任何人都会这么以为 因为刚刚还被捆得结结实实 可是在自己提出赵长安的名字后 对方居然主动给自己松绑了 这不就是代表着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吗 原来你是赵总的人 确实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那我问你 你们到底干了多少次这样的事 严元亮看向对方 期待着他给自己一个答案 便成音想了想 说道 我也记不清楚了 不过我都有记录 在家里的电脑里 年纪大了 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 严元亮点点头 走到了红酒柜子处 到了杯酒 递给便成音 说道 今天的事 不要告诉赵总 这是个误会 孩子死了 能为其他人做点贡献 我还能说啥呢 不过 便主任 这是你们该给我打的招呼 我知道 孩子是自杀 但是你们这么做 确实有点过分了 严元亮说着这话 走向了阳台 手里也端着酒杯 同时朝着 获得了自由 端着酒杯的便成音招招手 便成音 不敢不去 这个时候跑 确实有机会 但也只能是走楼梯 否则 一定会被严元亮追上 两人的酒杯碰了一下 严元亮示意便成音干了 但是他自己却一滴都没喝 在便成音 喝了这杯酒后 严元亮 把自己杯子里的酒 倒进了他的杯子里 示意他再次干了 你离开渔州吧 我不想再看见你 至于你去哪里 再去干这些丧良心的事 那是你的自由 我不再管了 严元亮说道 便成音听后 如蒙大赦 立刻转身 准备离开 但是却被严元亮 伸手抓住了衣服 撕扯之下 便成音的外套 差点被扯下来 但是此刻 严元亮抓住了 这难得的机会 弯腰扛起便成音 奋力地撞向阳台的栏杆 只是撞到栏杆的 不是便成音 而是严元亮 冲击和惯性之下 便成音的身体 勘勘越过了阳台的围栏 静止朝着楼下坠下 虽然还能听到 便成音嗷嗷叫的声音 但是三十层的楼 虽然很高 可是这距离 也容不得 他能说几句话 随着碰的一声闷响 一切就都结束了 严元亮淡定地 收拾着李笋家里的一切 乱糟糟的东西 这个人是谁 从谁家里掉下来的 查清楚 也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 严元亮早 已从楼梯下楼 去地下车库离开了 严元亮请了假 在家休息 抚摸着彭丸日渐 隆起的小腹 他的心里是害怕的 任何人 不管是你曾经高高在上 还是平头百姓 一旦有了孩子 你身上的羁绊和软肋 就会无形中地长出来 你想不想要 都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那是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东西 只要你稍微用力拔一点点 都会痛彻心扉 赵长安有没有找你麻烦 严元亮将手抽回来 心有不安地问道 彭丸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早就和你说过了 我和他早就结束了 你不会是介意我和他之前的事吧 医生说了 各项指标都很好 很健康 很正常 你放心 没有你 我一样 把他养大 我相信 他长得一定像你 严元亮笑笑 站起来走了几步说道 我觉得赵长安还得再给我一笔钱 这是他欠我的 彭丸 将来我一旦出 了事 这笔钱就当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了 彭丸有些意外地看着严元亮 责怪他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彭丸走到严元亮的身边 伸手搂住他的脖子 撒娇地说道 我昨天看医生的时候 你猜我问了什么 严元亮摇摇头 表示不知 他昨天根本就没敢去医生办公室 事实上 他是一次都没去过 自己去了算干啥的 孩子父亲 到时候医生还不得疯了 我问医生 什么时候可以同房 你猜医生咋说的 严元亮摸了一下鼻子 届时把绕在自己身上的彭丸推开了 一想到彭丸之前和赵长安同居了很久 又想到赵长安居然敢对自己女儿下手 他的心就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坚硬起来 虽然彭丸现在是自己的女人 可是 他曾是赵长安的禁卵 医生说 再着急也得再等等 现在是最不安全的时候 再等两周就可以了 你不急吧 彭丸又重新搂住了严元亮的脖子 娇声问道 你说呢 我都多大岁数了 这啥急呀 行了 我出去办点事 晚上再回来 你在家老师待着 哪里也不许去 小心动了胎气 严元亮说着 又推开了彭丸 但是 彭丸的撒娇 还没结束 他伸手抓住了严元亮的衣领 背驰咬着嘴唇 娇声娇气地说道 是不是想出去偷吃 我知道 以你的身份地位 随便打个电话 都能来十几个 更不要说 赵长安公司里的那些骚狐狸了 哪个不是虎视眈眈的 所以呢 你要出去也行 先等我榨干了再说 说着 严元亮就被彭丸推到了沙发上 而他则是顺势跪在了地毯上 爬了过去 刚高峰看着大屏幕上的身影 他看到监控的第一眼 就发现 这个背影很熟悉 虽然穿着防护服 但是他的身材是隐藏不了的 便成因跳楼自杀 这是现场勘察后得出的结论 在查看了这两天 关于李笋家小区的监控视频后发现 这辆套牌车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去找李笋的 虽然没有穿防护服 可是他反侦察意识很强 戴着帽子和口罩 甚至还有一副墨镜 而且他出现的场景 都成功避开了正面对着的摄像头 这就导致了一个分歧 那就是 进入李笋家的这两人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从身材上看是一个人 但是又没有正面的视频影像 一时间很难判断 这是不是一个人 郊外的盘山公路上 岩元亮下车后 在路边等着 没错 他是在等人 半个小时后 一辆车在他的车后面停下 皮建议从车上下来 而开车的人没有下车 通过后视镜 观看着在路边谈话的两个人 他有无数次想要在他们 没有警觉的情况下倒车过去 这样就可以把这两人撞到山下去 可是他也观察了 这里的山坡很缓 就算是把他们撞下去 也不一定能死 他们不死 自己还能有好日子过 这个念头 在盐元亮走过来的时候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内心到身体 他对这个男人 都充满了无穷的恐惧 想想那晚 在烂尾楼发生的一切 他就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勇气 盐元亮没有理会他 而是静止开车继续向上 而上车后的皮建议 则是指挥着他 开车跟上 这是去哪 李损切生生地问道 皮建议没接着给话查 而是说道 变成因死了 从你家里跳楼自杀的 你我都可以回去了 但是以后你要听严局长的 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你参与的那些事 他都知道 所以呢 你欠他的 想想该怎么还吧 切记一点 不要惹恼了他 皮建议的话 让李损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这不是刚出狼群 又入虎窝吗 颜元亮已然不是市局局长了 但是皮建议 依然习惯于称呼他为颜局长 这不是做给李损看的 意思是 就算颜元亮不是局长了 但是做起事来 还是那么的得心应手 他在渔州 还是有自己的江湖地位的 李损不明白什么江湖地位 但是他害怕颜元亮是真的 山上有一处院落 这里周围没什么人家 就是孤零零的一处院落 原来这里属于一个山民的 但是后来被颜元亮买下来了 这里成了他的私人院子 这里的水是靠山泉街的管子 而电就是几个蓄电池和太阳能板 只要是自己心里不顺了 他就会来这里住几天 从这里下山后很多问题就想明白了 做起来也顺利很多 可以说这里就是 颜元亮给自己找的一个独处的地方 屋里的陈设很简陋 可是在门口的李损始终不敢进去 还是皮建议叫了他好几次之后 才敢从车旁走到了院子里 在迈入院子的那一刻 他的心就沉到了谷底 一开始他以为颜元亮放了自己 还让自己去找皮建议 是打算放过自己了呢 但是没想到自己 见到了皮建议之后 沦陷得越来越深 他不知道这些人要谋划什么事 但是说实在的 他是一点都不想掺和 可是皮建议一句话 就把他仅存的那一点侥幸机的粉碎 皮建议只问了他一句话 从医学的角度说 他们对严谨动手的时候 严谨算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皮建议这一次建议得很正确 那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该做的 配合好严局长的要求 至于其他的 那就看最后严局长的慈悲了 并且告诉他 不要想着跑 如果他不听话 下场不会比变成因好多少 这是变成因这件事的处理程序和方式 警察会问你什么 会怎么审问你 你都按照这上面的去说就可以 至于变成因做的那些买卖 一句话都不要说 你们就是简单的男女关系 当然了 这事和皮主任也没关系 总之一句 话 那就是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明白吗 说完 严原谅将一份警察 可能问的问题的文字总结 都打印到了这张纸上 递给了理损 严局长是专家 以前就是干这个的 你按照严局长的吩咐去做 我们都会没事 明白吗 不要牵扯任何人 皮建议再次建议到 于州市局局长刚高峰 坐在办公桌前 看着厚厚的案卷陷入了沉思 这里面有变成因单位和家里抄来的记录 也有他的情妇理损的供述 可是一条记录吸引了干局长的注意 那就是这里明白地记录着 在警察去变成因家之前 他家背到了 笔记本电脑背到了 啥案子能把你筹成这样 陈伯进了门 用手扇了上屋子里的烟雾 问道 咦 你咋来了 万书记回来了 干局长急忙吸拉上拖鞋 站起来想要和陈伯握握手 问道 陈伯看看他脚上的拖鞋 看看他的手 没有和他握手 只是摆了白手里的公文包 说道 万书记给你派了任务了 你得出个差